年初五开工日,花莲南区艳阳天出现了出游忍车潮 尤其复理箱农会、罗山稻草艺术记、海底世界现场更是摩肩插种 人气超旺的旧迷新兴前出现了排队拍照打卡的人龙 根据现场志工人员表示,从初一到初五 游客人数天天超过上万人 开工日碰上艳阳天 让原本就已经是人潮涌极的稻草艺术记、海底世界现场人车穿流不惜更加热闹 稻草猩猩一二三代,游客民众争相一堵风采之外 尤其今年新设置的这一只旧迷新星更是人气超旺 前方还出现拍队要拍照打卡的人龙,堪称是兔年的人气明星 你们以前有来过吗?之前有来过 那有什么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有那个新的那个,新兴的这个爱新的 我觉得很可爱,而且很酷 我是喜欢那个,不知道它晚上会不会那个 它会不会喷射亮灯 如果会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噱头吧 除了传统的新兴动物,复里乡农会今年 也让海底动物上岸来了 包括小丑鱼、海龟以及河豚等等 共18件全新的海洋世界作品 都是来自于在地社区部落、学校社团、农民之手 让游客在部里感受到来自大海的惊喜 今年迈入地世界的复里乡农会稻草艺术季 今年主题是动物迷宗海底世界 也成为了今年春节假期 游客民众必来朝圣的地方 而根据农会初估从初一到初五开工日 天来走春打卡派周的游客人潮 天天都超过上万人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